喝蜂蜜水确实有讲究的 用不同的水温冲调 不同的时间饮用 它的养生功效都不一样 咱们先说水温 一般来说呢 用开水冲泡啊 是大忌 蜂蜜是不能够用开水冲泡的 蜂蜜当中含有丰富的酶 维生素 矿物质等等 过高的水温呢 会破坏蜂蜜当中的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物质 而用温水冲泡有补中之效 建议大家用这个40到6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蜂蜜就可以了 尽量的水温低一点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会得以比较完整的保存 也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 温水泡蜂蜜能够补移脾胃 因此呢脾胃虚寒 体质虚弱者应当用温水冲泡蜂蜜 而用凉水来冲泡呢 它是有清热之效的 《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 用凉开水冲泡蜂蜜 可以清热润灶解毒 因此呢热气上火 还有挫疮便秘者 易用凉水来冲泡蜂蜜饮用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喝蜂蜜水的时间 一般呢建议以下三个时间段来喝比较好 早晨起床之后喝 可以呢润肠通便 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 体内的部分水分啊已经被吸收了 那这个时候呢空腹饮下一杯蜂蜜水 既可以补充水分又可以增加营养 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 午后喝可以补充能量 午餐和晚餐之间是人一天当中啊 最容易疲劳和饥饿的时间 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 这个时候呢饮上一杯温的蜂蜜水 能够补充糖分和能量 让我们的大脑啊更加的清醒 而在饭前喝呢可以抑制胃酸 睡前啊我们再喝一小杯 可以缓解神经 因为你知道吗 蜂蜜它其实还有调节神经系统 缓解神经紧张 促进睡眠的作用 睡前啊咱们记得喝一杯蜂蜜水 可以舒缓情绪 提高咱们的睡眠质量